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都是究竟 方便跟究竟本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佛法里面有三种法门 第一个叫做感应法门 第二个叫做方便法门 第三叫做究竟法门 所谓感应法门是针对这种初初开始可能不太懂佛法 可是他临时抱佛脚 他最紧急的状况发生的时候 赶快去求佛菩萨 抓住佛菩萨的一脚 结果就产生了不可思议的感应 千处祈求 千处印 到时候佛陀就无处不现身 到处去度众生 那这个感应呢 就是我们的心跟佛陀的愿力相应 就像磁铁一样 就像频道一样 我们转到了跟佛菩萨一样的频道 我们有跟佛菩萨心里面一样的元素 便可以吸引到不同的菩萨的愿力来现身说法 那这个叫做感应 那第二个呢 就是方便 对于刚刚开始修行的人来讲 他需要方法 那这个方法呢 从不同的管道入门 这叫做方便 又叫做方法 但是目的呢 都是为了解脱 重重的困境 突破重重的障碍 到最后呢 能够就近圆满 所以不管是感应的法门 或者是方便的法门 最后呢 都是要成就就近的无上菩提 所以这叫做第三 叫做就近的法门 看起来有三种不同的层次 接引三种不同层次的众生 但是事实上呢 在佛的眼中啊 方便就是就近 它是不二的 它不是相对的 也不是方便就随便 就近就能够 就不开方便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讲 方便有多门 归原性无二 因为所有的方便 只是随着众生的根性而失色 最后呢 每一个方法了 它都能够成就就近的无上道 所以有些人 他就在担心啊 哎呀 我是不是要选一个最殊胜的 最就近的法门 就在这个法门上呢 总是怀疑是方便的法门 还是就近的法门 就在这个地方呢 担心 这个方法不够就近 但是事实上呢 我们如果对佛法 能够有殊胜的了解 你会发现 一色一香 无非是中道了意 所谓我们看到的每一个法 法法头头都是就近的佛陀的妙意 那如果是了解这个道理 那当然就没有所谓的方便跟就近 那方便它只是一个入门的差别 所以我们在华严经里面呢 会看到很多种法门 有十波罗蜜的法门 十性 十柱 十行 十回向 到最后呢 那其实在刚刚开始的发心 到最终啊 它都是一个菩提妙明真心 所以从菩提心的角度来讲 也没有初级 也没有最后的圆满 众生跟佛是平等五二的 在楞严经里面 有所谓的二十五圆通 从六根六门 六尘六处 六四 从六根六尘六四 十八界 根尘四入门 虽然有不同的差别 有的人从眼根入门 有的人从耳根入门 但是呢 入门的方法不同 就像入的这个门道 有不一样的门 但是到最后呢 都是进入就近的十项 所以方便是有多门 有各种不同的差别 但是最后呢 回归到就近是没有差别的 那这个才是真正佛法 最殊胜的一个道理 它可以开多种方便 在运用的时候 有千百亿的化身 有所谓的妙用无穷 但是回归到实际礼地 它其实没有一个差别像 都是诸法平等 所以我们就要了解这个道理 才能够知道这个力量是什么 叫做方便力 因为不管施舍的是什么方便 都是无量的慈悲 所以菩萨低眉是无量的慈悲 我们常常知道 菩萨呢 它是慈悲的 但是慈悲有很多种方法 应以合身得度 极限合身 所以有时候呢 菩萨会金刚怒目 因为这也是菩萨的慈悲 他为了要解决众生的烦恼 所以献不同的身 那到底是金刚怒目好 还是慈悲好呢 那每一个人的因缘都不同 所以不可以比较 也不需要比较 也比较不来 我们只要问自己 有没有真的了解 这一切的法门 都是究竟实相 那这样子呢 不管你做什么 你都会成就 究竟的功德 所以最重要的 不是你选哪一个门进来 而是你有没有进门 这一门深入啊 重点不是在于 哪一个门 才是究竟之门 是你如果深入了 你就会知道 每一个门都可以直屈 实际离地 那诸有所作 究竟固 其实主要来自于 你非常清楚知道 自己有没有一步一步的 趋向于佛道 趋向于实相 趋向于究竟 所以不是法门的问题 法没有高低 是人性 是根性的差别 我们的领略有所不同 所以呢 这个方便力啊 在这里 就是菩萨摩和尚 展现出来的殊胜之力 那为什么有这种智慧呢 因为 他有一个 前面的这两个力量 在支撑着前面的这个身心 让他可以展现 无量的慈悲 那依着慈悲 而化现不同的方便 所以众生无边 誓愿度 是因为 他有一个菩提心 要趋向 趋向 究竟的佛道 那为了要趋向 究竟的圆满 所以成就一切众生 的得度因缘 那众生的因缘 都不同 因为烦恼不同 所以 佛陀就会施设 各式各样的法门 来广度一切的众生 那所有的法门 他看起来 是因应不同的根性 其实最后呢 都是要让众生 就近成佛 那我们看到这个逻辑 这样子来推演 了解这些法门 就知道 佛陀是世界上 最有智慧的人 也是所谓的 大慈悲力 才能够展现出 这种多元的方便 所以希望大众呢 我们学佛了之后 要跟菩萨一样 散开方便门 什么人 都有得度的因缘 只是你有没有找到 找到度他的方法 那如果我们愿意度 一切的众生 你就会成就 一切的多元的智慧 这个叫方便的智慧 这时候 你的心量就会广大 你的因缘 就会无尽 那让我们 在华严经的 引导之下 让我们的心量广大 而不要呢 把自己的手跟脚 把身边的因缘 全部都切断 到最后呢 自己什么人 都没有办法相处 什么地方 都没有容身之处 那菩萨呢 是广度一些众生 在法界当中 是无碍的 到处都是不情之友 那我们有没有 学到菩萨的 这种心量 菩萨的心量 从哪里来 从有这种慈悲力 而展现出 方便力而来 所以希望大众呢 我们学习 菩萨的精神 那么自己的心量 就要跟菩萨一样 是广大的 是能够有包容的 什么人都能够 跟我们合得来 但是我们也没有 因此就失去正面 也没有随波逐流 那这是菩萨的殊胜 因为他始终 法法头头 都在就近的实相当中 所以随流而不入流 那随缘而不同流合污 同体共生 但是呢 他不是因为 为了趋言复事 而不得不做的一种善强 他是因为要广度一切众生 所出现的一种方便力 希望大众呢 能够真的了解这个道理 那就会非常欢喜的 去拥抱所有的因缘 接受所有一切 跟你的生命相逢的 所有的众生 大众一起发心 来成就就近的菩提 来创造华藏世界 今天的开示支持 功德圆满 阿弥陀佛